嗨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美银 有很多小伙伴都在爆料 马蒂的冰淇淋机 可以直接通到博物馆的隐藏房间里面 那么这个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而且我还知道 在博物馆的隐藏房间里面 还隐藏着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的作用呢 我一直找不到线索 所以呢我就一直没有做爆料的视频 我就想要找出这个位置的作用啊 可是真的找不到 所以我现在只有把这个视频先给做出来 然后再把隐藏位置也告诉大家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博物馆的隐藏房间呢 我们从冰淇淋机的玻璃外壳这里就能够看到 之前我还以为这是玻璃幕墙 这里就给更正一下 然后这里虽然是一个圆形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用查理的蛋糕陷阱 爬上去 这就是蛋糕陷阱的好处了 但是我们使用小节的陷阱 肯定就是爬不上去的 爬上去之后 我们还会发现这个冰淇淋机的罐子 居然有个盖子 我们是无法进入到罐体里面的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麻烦 但是在上面观察地图是挺不错的 之前我就有视频推论过厨房的位置 没想到还是打脸了 大家看一下厨房现在所在的楼层 就会发现现在的冰淇淋工厂 地图都已经无法解释了 三不三是不是五不五的 多看一会儿都可以逼死强迫症了 好在这里进不去隐藏房间 我们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另外推荐大家收藏一下这期视频 如果你觉得自己会迷路的话 那么你多观察一下厨房的地形 会带大家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进入隐藏房间的方法 在上一期视频里面已经给出了线索 我们还是在调度室的外面的角落里 我们用蛋糕陷阱垫起来 然后我们直接下来的时候 就不要往前面冲了 直接掉下来 刚好可以掉到通风管道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动的 因为这是卡在通风管道里面了 我们直接使用蛋糕陷阱 把自己垫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隐藏的房间里面去了 当然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用小杰或者是查理 从其他位置进的话也可以进来 但是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 进来之后 我们直接就可以走到这个冰淇淋的桶上 那么再观察一下这里 我们会发现上面是有一个运输的通道 隐藏房间里面也是没有什么改变 应该就是我们冰淇淋四代里面的原风原样的一个隐藏区域 在这里我们使用查理的蛋糕陷阱 因为它可以平地的上下 真的比小杰的陷阱好多了 然后上来之后 在这里又被卡住了 也不知道官方是怎么设定的 而且这里有一个房间样的一个区域 我之前有说的这个隐藏位置 大家有没有发现 哎那在这里到底是搞什么呢 上面是一个管道 然后又上不去了 怎么回事呢 所以如果有小伙伴们有比较新奇的猜想的话 不妨告诉美影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请点下关注